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老师来 有没有偏心 有 有老师来 对 偏心好像是王道 偏心是王道 再来这边 我跟小孩说没有 但是在节目中我必须要说 我心脏真的偏一边 是 我有 有喔 来 邱医师 有没有偏心 我必须说我真的是个好老爸 好偏心的老爸 真的有 好偏心的老爸 你先来告解一下 怎么回事 其实我的偏心不是重男亲女或重女亲男 因为我们家是三个儿子 但是我就真的比较偏心早产的那一个 因为他生下来就很可怜 在保温箱待那么久 然后个头现在都快被弟弟追上了 他们差两岁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人都有一种保护弱者的心情 更何况是父母 所以从小我就会对他特别的呵护 结果他现在变成一只老虎 我还是把他当猫一样 真的 阿尔 你们家两个女儿 你呢 偏哪个 我跟他的理由很像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生 所以不会是偏男生或女生 但是我们家老大早产 确实你就把心思花在他身上 所以你所有注意的焦点都在他身上 可是我发现到现在他已经18岁了 我还很担心他感冒 怕他吃不好 怕他会生病 所以我对他注意真的真的很多很多 妹妹有发现吗 妹妹刚开始不明显 直到孩子翅膀硬了 嘴巴也硬了 讲的话也多了 他竟然还急了 你们都偏心 歇斯底里不只你偏心 爸爸也偏心 阿嬷也偏心 全部的人都偏心 哭得很惨 哭得很惨 你们全部都只帮姐姐过生日 因为他们两个人差一个月的生日时间 然后呢 都是帮姐姐过生日顺便帮我过生日 从来没有为了我专程帮我过生日 我说这有差吗 所以阿嬷 这是你的错 你为什么不这个月做完以后 下个月又再帮这个做呢 你就想说难得大家见面 今天要全部要集大家一起来 他是被顺便的 他很没有专属感 对 他就觉得那是顺便的 不是为了我过生日 那只是顺便的 所以你看小孩子他就给我发出怒吼 还有照片里头其实也透露了一些玄机 这一张看起来还好 哪个姐姐哪个妹妹你说一下 所以我刚才讲比较弱的 就是姐姐个子很娇小 中间的是姐姐 然后妹妹比她高了20公分 那个是妹妹 所以这也是我心中的结 就是我们这张全家府照片 大家有没有发现玄机在哪里 父母亲全部涌在哪个孩子前面 而且手都牵着耶 对 没有啊 就是刚好 就是刚好一张合照啊 这又怎样吗 就是一张合照 感觉那个妹妹是路人甲过来凑个镜头 不小心你不要可破坏 不小心过来 这个就是 这样有关系吗 所以你看一点点小动作 还有语言跟时间的顺序 对孩子心里头都会产生影响的 啊 不过阿尔刚刚反映了很多 妈妈的心声对不对 觉得这有关系吗 大孩子穿着 接下来换你穿 这样我比较省钱吗 是 那小大哥你们家的状况呢 你偏心谁 我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我对小孩子 是完全大概没什么办法的 然后我会有一种心理 谁对我赛哀 我大概觉得对谁比较好 那可是问题是 两个个性完全不同 哥哥就比较闷一点 阿妹妹就很活泼 所以她每天会问你 阿妹妹就每天黏在我旁边 爸爸我爱你 爸爸我爱你 整天从早到晚这边 爸爸我爱你 我甚至把 用手机把它录了一段话 然后每天放在我手机 我没事拿出来 你知道 那就觉得世界太平了 可是我都尽量做到公平 但是就想心理上可能都没办法满足 直到算是去年的暑假 然后有一天 因为她暑假都在花莲锅老大 然后有一天我爸就打电话给我 说你自己的教养方式要注意一点 对啊 我说她们有什么不对吗 她说你儿子一回来就在跟我讲说 就在抱怨说你都对妹妹 都不理她 跟阿公告状 那我想了半天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她 对啊 该玩了也玩了 该吃了也吃了 该什么都有了 那其实我后面就发觉 我就是做得太公平 然后她觉得不公平 我小时候就感觉到 我在家里面的地位不一样 我们家三个孩子 上面是哥哥 只有男生会有特别的权利 然后下面是妹妹 妈妈怎么样 所以说妹妹什么都不会 这个不用做 那个不用做 那我是老二 我就该死 什么事情都要我做 好像是小学吧 我就觉得我爹爹不疼姥姥不爱 所以我写过一封信给我的阿公 远得要死在台南的阿公 然后那封信我还记得写注音 内容大概就是跟阿公讲说 爸爸都对我不好 妈妈什么都留给妹妹 然后就寄去给阿公了 阿公说这封信真的看不见 因为阿公看得懂字 但是看不懂注音 所以我好像发现 这是我妈妈后来告诉我 我有点忘记了 原来我从小就感觉到说 好像我不被重视 你自己遭遇过偏心 现在对孩子也偏心 那个感受非常大 那么在英国每日邮报这个调查 我们要来问一下专家 在英国每日邮报的匿名调查 六成二的父母觉得 他们是承认自己没有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 尤老师你觉得这个数字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低估了 低估了你觉得应该多少 九成九包括我在那里 九成九啊 剩下一发是说谎的 对对对对 为什么 我是从孩子的身上才看到 就是说 其实我也偏心 因为 好像自己还蛮自念的 我会偏那个 跟我很像的那个孩子 因为他的表现嘛 他的特质 包括他的喜欢跟你很像 很自然的 就像水一样嘛 你不是水是往那个低处去流吗 那你不是水在调整的时候 会有左倾跟右借吗 那孩子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很自然 然后觉得说 这个人跟我好像 所以我好喜欢 其实是你很喜欢自己 所以邱医师 为什么人会偏心 父母会偏心 我觉得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像我们一开始讲的 这个孩子可能一生下来 就特别的弱势 那我们就会对他偏心 第二个是相反 就这个孩子可能在某一方面 功课或者人际关系 表现特别好 乐器啊 什么方面才能 特别强 我们也会偏心 第三个就是说 其实他的个性 小孩的个性 跟父母的个性 特别的契合 投缘嘛 投缘 那我们当然就喜欢说 不管是刚才邱老师讲的 个性跟我很像 或者有个可能就是 个性跟我很互补的 比如说我是个内向的人 我好喜 我好想自己变得很外向 很社交 可是我做不到 可是我这个孩子做得到 很小看到人就会打招呼 叔叔 伯伯 爷爷 奶奶好 就特别喜欢他 对 人同嘛 性格的部分 对 互补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大概是 这三个原因 可是我们刚刚四位来宾 都说自己偏心 你们是故意的吗 是故意的吗 不是嘛 不是故意的 就是无意间展现出来 可是这个无意间展现出来 这个偏心 对孩子来说 有的时候是更大的伤害吗 当然是 当然是 因为当你对孩子偏心的时候 他其实是 无意他会知道 所以你会发现说 那个自信就会慢慢被瓦解 因为他觉得 他自己是失宠的那个孩子 可是一个孩子 你看我们根据很多研究 发现说 未来那个孩子 是否有成就 跟他的分数 成绩未必是有关 跟自信有关 可是他是自信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对 因为偏心其实代表说 你不是被肯定 是 可是你我都希望被肯定 连我们梳一个头发 我们都希望人家说 好好看喔 对不对 你不会希望听到说 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有一千块 怎么烫那种鸡窝头 所以那个肯定是重要的 对 所以如果说 如果这个部分他是对的 然后是成立的话 我们应该在这个部分 也有去做一些调整 很多家长 做到形式上的公平 比方刚刚提到了 不管蛋糕或衣服 如果真的改成 一人一剑 一模一样 蛋糕 每个生日也都一样的话 对孩子来讲 就是所谓的公平吗 小代哥在这一方面 有微调过 我就是那种形式上 公平的受害者 因为我就是觉得 从小到大 两个年纪差很多 但我也尽量给到他们 物质上的公平 物质上的公平 那结果有一次 但是我总是说妹妹年纪小 所以我变成有一句口头禅 我就每次都跟哥哥讲 没事你就让妹妹 你就让妹妹 就让妹妹 妹妹不懂事 妹妹不懂事 我一直都会这样讲 我也都没发觉 直到有一天 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专家的重要性 因为我哥 我姐他们大概就学 心理发展这方面 他突然有一天 我哥就跟我讲说 为什么你每天都在讲 说妹妹要让哥哥 凭什么妹妹要让哥 对 哥哥要让妹妹 他说凭什么哥哥要让妹妹 你解释给我听 我突然顿住说 对 我只说年纪比较大 他比较懂事 他说这样就要让妹妹吗 对 他说为什么这样就要让妹妹 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 他说你不要让这个 变成你的口头惨 结果后面我才慢慢觉得说 原来我这个老大 就是因为我一直这样讲 他就觉得说 我开始指对妹妹好 然后什么事都要管他 然后什么事都是他的不对 那这些东西 他就一直隐忍在心里 他都不讲 那后面他跟爷爷投诉了之后 对 投诉了之后 后面我就发觉 那一段时间他是 就是跟我讲话的时候 会比较畏缩 然后就比较 自信心已经消失了 然后跟我 本来是什么话都聊的 然后变成说 他只会选择 某些重要性的话题 然后跟我聊一下 然后变成很多事 也都不大愿意跟我讲 那我才知道说 原来有这个严重性 所以后面我就 自己改变做法了 就变成说 我就不再追求那种物质上的 那种追求了 那我就想说 哥哥你需要什么 你去跟我讲 那我来配合你 那妹妹那我就尽量 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 去对待他 把两个分开 就变成两个独立的个体对待这样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吃什么 就是照你的喜好 就是所谓的公平嘛 对 至少说 形式上的起头是你的 让你心理上能够觉得说 对 爸爸有重视我的想法 不会整天在骂我说 你要让妹妹 你妹妹不懂事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英国每日邮报这个调查 还蛮有趣的 他们另外还调查当中 特别8%的父母 他们自己有说 真的是偏心某一个孩子 那么另外也点出了 另一个重点 25%觉得他们比较喜欢 家里面的老大 邱医师 为什么老大会受宠 我们讲说老大照书养 所以第一个小孩 父母一定是特别的焦虑 然后第一次的经验 也都是老大给父母的 就是说听到第一次这个小孩 哑哑学语 会走路 叫爸爸 对 我记得我的手机 那时候他大概在啊啊啊的时候 我就常常开着录影 因为我想录到他第一次叫爸爸的 那个时刻 对 就觉得很珍惜很珍惜 就赵书养 跟旺季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后来我女儿又跟我投诉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视频什么都拍到姐姐成长的过程 他们现在长大了回过头去看这些时候 为什么没有我 为什么姐姐还有沙龙罩 怎么我那时候我没有这种沙龙罩 他就开始会计较了你知道吗 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们还是会在意 可是我们会掉入一个迷思就是那个顺序 老大这件事情 真的你知道吗 我们先认识老大 感情放比较深啊 你比较早认识他 爱的比较多 不是只有我 整个家族都会是这样子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老大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 特别是我们传统观念 赋予他很多很多的责任也好 或者特权也好 所以你看会有长子 长孙 这样的称呼 其实都代表说他是要承担 家族里面的一些责任 或者是荣耀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父母会把 更多的资源 愿意投入到老大身上 像我们家三个小孩 结果老大上过那种音乐的补习班 什么打击乐什么的 老二老三都没有去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形式的偏行 可是看起来是 可是其实是我们做父母在尝试 我们想知道说 小孩上这种音乐班 到底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需要 对 那老大实验的结果 我觉得说 还不如在家里面自己叫叫打打 我去玩具繁斗城 买那个玩具来音乐让他玩 然后我陪着他玩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看起来是偏心 其实是我们也在学习 怎么当父母的一个呈现出来的方式 所以确实在医学统计上 老大可能是比较受宠的那一个 当然就偏心的理由很多 包括长相 性别 还有刚刚这个排的顺序 那么性别这个部分 其实就台湾人来讲 非常熟悉的重男轻女 讲到这个阿尔特别有感觉 你想说在那样的氛围 其实台湾很多传统的女孩子 就在重男轻女的氛围下长大的 当中受的委屈还有影响 就是男生是家里面的事情 几乎都不用做的 女生应该要做 而且妈妈就会讲说 男生也能洗 东西也能看 饭也能煮 哥哥不是有吃饭 他不是有穿衣服 他都不用 不用啦 男生是要做事业的 男生是要做事业的 还有大孙呢 长孙啊 我也不过很多这种 根本就是个扶不起阿斗的长孙 全家人还寄忘他 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长孙 你头壳一筐 根本就扶不起来 可是没有办法 即使是在家族里面 我最近妈妈住院 所以我常在医院看到 有在那个家户病房门口吵架的 吵到后面不可开架的时候 好了好了 你大嫂你说 那个大嫂坐 我没意见 就没有意见 可是你最后当大家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 你还是要问那个老大 尤其是男生 可是我实话说 我问了医生 他说他在医院里面 看到老人家生病的时候 只见过两种人照顾老人家 一个是看护 一个是女儿 对 真的 儿子大概会想说 我出钱就好 所以如果用结论来看的话 看到父母亲一辈子疼爱的那个长子 不是他没有能力 而是他之所以没有能力 是父母亲废掉了他的武功 你让他不用学着照顾人家 不用给你虚寒温暖 不用帮你倒茶 给你添饭 最后你废掉了这个长子 跟所谓男生的武功之后 等你需要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会 你还记得小时候 家里头重男轻女多严重吗 除了说你要做的家事比较多之外 给到拿到的资源呢 比如说读书学习的资源也是 我到高中的时候 刚好爸爸是老娃娃嘛 就要毕业了 就要退休了 那我刚好面临毕业的时候 爸爸直接的直白告诉你 家里经济能力不够 哥哥要再继续读 那你就就业吧 但是这年代不会为难人的 因为你后来你自己工作 你还是可以 你还是可以帮助自己 但是当下你在被选择的时候 你是被告知 资源不够 或者资源有限的时候 你必须要被牺牲 所以那个心就会觉得说 被刺伤了 被刺伤了 我记得那时候 我还曾经跑去找我高中老师 哭了很久 为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长大了 回过头来想想 我倒也觉得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他让我有更有能力 要去争取自己 可以帮自己的忙 然后让自己有更好的能力 可以协助自己往前走 就不一定要靠父母 对啦 心中小女孩真的长大了 不用去计较这些吧 好 现在时代也不太一样了 过去是重男轻女 那么现在真的觉得 女儿比较贴心 对 举个例子吧 可能大家都比较知道 就是国内有一个金融集团的掌门人 对 他有好多个儿子 只有一个女儿 然后现在到第三代了 前面生的都是男孙子 对 他就说 谁能够帮我生一个女的孙子 我就给他多少是多少钱 他就非常渴望那个 可能重温过去 我想他可能在拼事业阶段 可能没有好好陪自己的小孩 儿子女儿 到现在他有点半退休了 他想要重温那天伦之梦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重女青男的一个例子 广告之后就来看 那么这不平的感觉会持续多久 还有当孩子告诉你说 你偏心的时候 其实他想要发出真正的讯息是什么呢 稍后回来 就像手指头五根 伸出来不一样场一样 我们四位来宾都说 真的偏心是人性 而且他们也都承认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偏心的状况 但是偏心 这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家长最怕的 就是这样的指控说你偏心 这爸妈听到的时候 当下你那时候心里面的感觉 蛮伤心的耶 对对对 因为我突然间有 那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完蛋了 你好像从此不理我那种想法 所以其实心蛮痛的 后面我就发觉一套模式 我要开始学当演员 真的真的 这么严重吗 对就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哥哥很怨我一点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 他常常会骂我说 你都只骂 只骂我不骂妹妹 对 可是说实在话 我心里想说 一个两岁的小孩子 你要怎么骂她 对 因为我通常跟妹妹 我就是我为了 像她有时候也会哭闹 但我就不会骂她 我就把她抱在怀里 慢慢安抚 即使她再哭再闹 我还是慢慢安抚 你看差多少一个又骂的 对 然后就是一个安抚 后面我发觉 那不对 我觉得哥哥那种受的伤 那种越来越深 然后后面我就开始 然后哥哥我尽量不骂 当然还是会念 但就尽量不骂 那妹妹犯错的时候 我就故意这样子 戴柯恩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那把臂打你的手 我就讲很大声 我就那种斜眼看哥哥 你知道他那个微笑这样子 你知道他就那种坐在椅子上 好爽 你终于被骂了 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为了要配合她 所以我就不得已要演一场戏给她 然后甚至就是说 有时候她吃东西的时候 因为妹妹其实食量小 对 可是总是觉得还是 有吃的先让她吃 那好 那我就又要再演一场 然后我就说 妹妹 你不要再吃那么多 对 你再吃那么多会注意啊 然后我就看到她在旁边 嘴角又扬起了 想要至少心理上得到满足 对 阿尔尼的状况呢 那时候孩子歇斯里里里的大哭说 其实你们都爱姐姐 不爱她的时候 你心里的感觉 还有你要当演员吗 小朋友跟我发出怒吼说 他觉得姐姐都受到大家的注目 跟疼爱的时候 我先让她讲完 充分的讲完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那个面纸已经快要用到半包了 我让她全部哭完以后 我说因为姐姐早产 所以呢从小要看医生 要吃药 还要每天打针打生长激素 还住院 这一路上上来所做的事情 我就讲一遍 告诉她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姐姐 然后如果可以选择 你觉得姐姐会不会希望像你一样 健健康康 健健康康 不用被我们折腾这样子 因为姐姐只要吃一口饭没吃完 我们就你吃快一点 然后一直还在喂她 小时候就这样子 所以她看在眼里 小得很聪明 她不用被我们这样逼着喂东西 她乖乖在那边不到三分钟 十分钟她就吃饱了 她已经去玩了 可是我们还在跟姐姐订枸杞 我就跟她讲说 如果今天换成我跟你在那边订枸杞 一直盯着你吃饭 一直叫你这样这样 你舒服吗 你愿意吗 要不然这样好了 你跟姐姐角色互换 她停了很久 不要 我说为什么不要 我喜欢我的身高 我说高 我说对啊 所以如果我让你们两个换过来 你也不要啊 可是父母真的很难当 因为当你的老大不像老大的时候 因为姐姐个性温和 不会决定事情 可是我们的妹妹 超像姐姐的个性 果觉明确 而且有远见 所以我要跟姐姐常常讲 姐 加油 你像个姐姐 你凶一点 凶一点 他们吵架的时候 我要叫姐姐凶一点 去骂妹妹 然后妹妹我要听她说 你不要一直讲半天 你要听姐姐的话 要有同理心 但是他们自然形成一种相处模式 比如说小学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姐姐被我们骂 因为就听到姐姐歇斯底里的大骂妹妹 一直骂妹妹 在房间里面 我就在门边听听看发生什么事 我才发现内幕 原来妹妹不是省油的灯 她知道姐姐会歇斯底里 她就不断的小声搓她 让她歇斯底里 很小声 因为在房间里面我听不到 但是我半开了那个门 一看 我听到的声音是姐姐大骂 我看到的镜头是妹妹小小声 我听不到妹妹讲什么 妹妹讲一句 姐姐就 然后妹妹再讲一句 所以我听到的是 姐姐在大叫 所以你就会骂姐姐 我就骂姐姐 教训姐姐 那你就看到 我们家妹妹 就跟小代家的哥哥一样 嘴角微微上扬 小朋友也是很有心机的 他们有很多想法 求医师 像这些孩子他发出说 爸妈你偏心 这背后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警讯是什么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好多孩子 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 来吸引爸妈注意 对 我觉得这个讯息很明确 就是说你们多关心我 多看看我 多陪伴我 像我们家就是去年 我老婆就一直跟我抱怨 所以说老大 那时候老大七岁多嘛 刚上小一 结果都不听她的话 我太太叫她去洗澡 去怎么样 她都当耳边风 我太太气得要死 她说你不要气 这个老大可能 也感受到我们比较偏心 那这样子 暑假快到了 要生小二嘛 我说你一个人 带她去日本玩 我在家雇老二跟老三 你增加跟老大独处的时间 旅游嘛一定是 对不对 一定是独处嘛 对 对 果然 第一天拍了好多照片 但是老大也是没有牵妈妈的手 第二天就靠近一点了 第三天就牵手了 对 然后第四天就一起泡汤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当你听到 孩子在抗议的时候 对 就代表说你要增加 跟他相处的值跟量 我觉得这个是父母有责任要去这么做的 这样才会让孩子感觉说 他在父母的眼中 即使不是最棒的 但也是最独特的 因为我觉得独特性这件事情 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 我三个孩子我都可以找到他们独特性 像老大 他是个书虫 他很爱念书 但有一天拿一个奖状回来 我说这什么奖状 他说读书馆给了奖状 我说读书馆什么奖状 小书虫 他是他们全校借书 这个学期借书量第22名 他们学校2000多个学生 因为他排名1% 所以我觉得老大带给我的独特什么地方 他让我觉得很荣耀 很有面子 老二因为他是很勇敢的 这个小孩子可能以后会很有出息 很有勇气 老三会带过很甜蜜的感觉 因为他小嘛 比较黏人 他还是每天都会说 爸爸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哥哥我爱你 所以我觉得从三个小孩子身上 都找到独特的地方 这样小孩子 即使看到有一些 好像父母比较不偏爱他的时刻 但是他会拉回来 原来在某个地方 爸爸妈妈认为我是独特的 我可能比弟弟妹妹都还来得好 看到孩子的独特性 才会让孩子觉得 我是在爸妈眼中 这个最亮眼的孩子 尽管这个大家的发展方向不太一样 但是至少自信会比较有了 像老师你遇过很多孩子 他们也因为父母偏心 然后来这边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爱需要去表达 因为当你把那个爱藏起来的时候 孩子不知道 所以他就会用一个很表象的方式去看待 你对待儿子跟女儿之间的不同 可是如果你有表达的时候 他会感受到 你还是可以拥抱他 然后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好想你 我好爱你 他会感受到 就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当一个孩子 有的时候会认定说你偏心的时候 可是他有一个校正点 我们刚提到那个是他的校正点 他会叫回来 他还是会认同说 我也有优点 爸爸也跟我讲过 他也很爱我 他觉得我很不错 那就会回到那个原点 那随着年纪的那种不同 我觉得他开始会有一些思考 比如说我常常跟孩子讲 我说18岁以前我叫爸爸 可是18岁以后我叫朋友 所以18岁以后的孩子 你可以跟我讲任何的话 因为我们只是朋友 所以你看当我的孩子 18岁以前跟18岁以后 确实是不同 因为18岁以前我觉得 我好像在他的身上要着力很多 可是18岁以后 他会把他心里的 想要跟你讲的话 他原本跟你讲 那我就知道 爸妈也都是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调整 如果不调整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呢 卡拉尔大学针对了 被宠爱跟失宠的那个孩子 都做了相关研究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赞消大国民 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是偏心的 但是如果长期偏心下来 没有稍微微调对孩子会是一辈子的影响 甚至会坏了孩子一辈子 这次有个17岁的少女 她犯下杀人罪 因为她觉得呢 大家只疼爱她同父异母的三岁妹妹 搂着抱着17岁少女的脸书中 最喜欢合照的对象就是妈妈 而在一刀刺死三岁妹妹后 第一个到少年关护所探望她的 也只有妈妈 带着日用品和2000块钱 要她放下 除了事 爸爸还是没有来探望 17岁少女亲手结束 同父异母妹妹的生命 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 不满父亲的偏心 犯案后她曾传给父亲一封简讯 除了说对不起 要她好好照顾72岁的奶奶 更提到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是家中最小的宝贝女儿 但没想到我不是 看得出心里的不平衡已经很久 不满爸爸外遇所生的女儿 破坏原本美满的家庭 抢走自己专属的疼爱 17岁少女三年前 就曾在脸书上鼓励妈妈 未来不管会有多难过 我永远支持 还提到不能帮你什么 但我能陪你 只是三年的时间过去 少女过不去心里那一关 今年过年就留言 好恨过年真是烦死我了 年纪的气氛还在吗 好像只是金钱上的利益关系 早就已经没有过年的感觉 一个人习惯了 还是感觉说 一早就要成功了 一起长大的表哥说 17岁少女和父亲 平时感情很好 她都会主动到夜市牛排摊帮忙 或许就是因为努力付出 却得不到父母亲同等的对待 看着他们把重心全都移到三岁的妹妹身上 不甘心自己那个最小宝贝女儿的位置 被抢走 长期压抑引发悲剧 偏心坏了孩子一辈子 这不是个案而已 少在你遇过 我们遇到的这种社会新闻非常非常多 像类似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案例 那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就碰到一个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就是说 有时候偏心的那种感觉 即使没有把 没有即使把小孩子拉回来的话 那个真的是会延续到后面 那其实大概两年前 我们就碰到屏东的一对三兄弟 那这三兄弟里面 其实就是老大跟老妖表现比较OK 比较正常 那老二的话就比较懒惰 比较懒散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 其实对三兄弟来讲都非常的好 对 其实该有什么 三兄弟一定都有 那你们该享受到什么 三兄弟也都一定会有 可是这一个老二 他一直觉得爸爸妈妈最喜欢骂他 从小学开始就最喜欢骂他 那其实确实也是 因为他成绩就差 对 然后常常在学校翻一些小错 所以哥哥跟弟弟表现都很好 被骂其实在我们想法来讲 正常 对 而且甚至会想想说 就是应该的 那可是他这个想法 一直从小学累积到国中 他就在日记本上写 他说我现在要开始练身体 我要练得很强壮 我要报复 要报复爸爸妈妈 他的想法国中就开始 他一直记录在他笔记本上 甚至他这个 到他高中毕业 然后他去当兵 他竟然去选择挖人 天啊 我的亲爱的脸毛骨手脸 大家当兵 避之为恐不及 不要去当海军陆战队挖人 他就选择挖人 他又在日记簿上记录下 我当挖人的目的 就是要对我爸妈不利 因为我要报复 我要把身体练得很强 那很好笑 他退伍回来之后 他有一天他就跟他爸讲说 我现在比你更加强了 你再把我妈你试试看 那他爸不以为意 那其实后面 还是一样正常的过他的生活 但是这 结果这老二一不去找工作你知道 爸爸就开始睡睡念 那他又觉得 完了 这个把所有的记忆都换回 对 他开始要展开报复行动 所以有一天晚上 因为他跟大哥一起睡 那弟弟刚好 那时候在当兵 已经去当兵了 所以有一天晚上 他在打电脑 他爸又要念他 你整天在玩线上游戏 你也去找这个工作 就开始抓狂 他刀子就抄起来 杀了爸爸 杀了哥哥 然后连妈妈的救的时候 也一起杀 然后就变成这一起悲剧 像这些是 有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如果孩子说出来还算好的 如果孩子没有状告阿公 没有说的话 这个时候有哪一些指标 大家可以稍微来注意 失宠的孩子有五个线上 千万不要让偏心坏了孩子一辈子 包括自卑 缺乏自信 拼命表现 希望可以吸引你的注意 接上来比较负面出来了 愤世忌俗 然后凡事好像不在乎 而且行为会越来越夸张 邱医师这在表现上有顺序性 对 我想应该是比较反过来 从后面 一般来说孩子觉得自己不是受宠的那一个 他可能会 第一个就是说他会表现出一些不好的行为 甚至是退化的行为 例如说有些小孩子 他在幼稚园应该大小便训练的都好了 中班以上了嘛 可是他可能有一阵子觉得爸爸妈妈不爱我了 那这个压力太大了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会 睡午觉的时候突然就尿床了 或者是本来是一个很温和的小孩子 那突然变得会去抢小朋友的玩具 或者跟小朋友打架 那再来就是说出现表现 这个不在乎就是因为 他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得到爸爸妈妈的宠爱了 他就放弃了 他是一种自我放弃 那我想长大之后我们才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他自卑缺乏自信 对 因为这影响层面是真的蛮广的 比方说拼命表现还有引人注意的孩子 大家都觉得这孩子好像表现很好 但是就老师来讲的话 其实有时候这些孩子反而是希望吸引家长的注意 因为他比较自卑 当你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觉得三个原则可能就要进来 就停 你应该要停下来 去看这个孩子 就说 因为他已经有这一阵症状了 如果你只是在看这个表面的时候 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所以爸爸妈妈应该要做一些抗荡的动作 所以你要停下来 听 我觉得要听孩子的声音 因为当他有些像这样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希望有一个人是一个求助者 最好是我们 那你都不听 因为台湾的教育其实在这个地方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喜欢说 可是孩子希望听 再来是看 就是早期的教育 其实你看到我们大概都在看缺点 你哪里不好 就是数学不好 补数学 跟欧洲教育差很多 欧洲教育是你数学很好才可以补数学 那你要去看他的优点 就是如果缺点不看的时候 我的优点一定被赞美 你看这个孩子如果说长年累月都被看到优点的时候 他会不会非常自信 会啊 他其实是对峙的很好的方法 听听看 好 家长不要以为比较受宠的那个孩子 好像就这样 从此一帆风顺 在康纳尔大学有个相关的研究 当时也让大家觉得蛮惊讶的 受宠的孩子容易骄傲 还有容易很自私 那么不被重视的孩子 失宠的孩子容易有焦虑 自卑跟忧郁倾向等等 邱医师这甚至到职场上 到家庭上会影响拉长时间的影响 因为我们讲说人的行为 其实都有它一个模式 不管这个场域是在家庭 学校还是社会职场上 所以其实因为受宠的孩子 我们先来看就是说 因为他同样 比如说兄弟姐妹同样做一件错事 他比较容易被原谅 他就没有办法去承受 那个事情的严重性 或者他的结果 所以导致结果就怎么样 就是他会重复的 反复的做这些错误的事情 而且抗压性低 抗压性低 对 那在家庭里很容易被原谅 可是到职场上对不起 我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为什么要原谅你 对 所以导致他一个 自我防御的心理 就是他越来越傲慢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 你们都骂我 那我就 我的防卫的机制就是说 我才不在乎你们骂我 因为在家我还是老大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傲慢 自私的心态 对 好 广告之后也要来看 那么父母到底不偏心 有哪些方法可以自我检视 而且可以微调调整的 稍后回来 首先手背都是肉 这手伸出来虽然五根手指头 不一样长 但是中间这个爱情 告诉他爸爸妈妈 全部都很爱 但是要做到公平的话 最重要的观点是 孩子他才是当事人 所以孩子他怎么看 他有没有感觉到受重视 这才是重点了 美国波士队有个研究 发现 而且承认自己偏心的父母 占了70% 但你知道吗 问他们的孩子 居然是85%的人认为 父母是偏心的 所以邱医师很重要 孩子的感受才是关键 对 所以我觉得当孩子 不管是明说 或者是用一些行为表达出来 暗示出来 爸爸妈妈你偏心了 我觉得爸爸妈妈一定要忍住 不要去抗辩 不要说我没有 我哪有 因为重点不是你有没有 重点是这个孩子的感受 才是真实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爸爸妈妈都不要做任何的争辩 最好的方式 可能就是说 坐下来听他讲 他到底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话 或者是说增加一些独处的时间 这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觉得因为你越抗辩 就越让这个孩子觉得说 你看吧 你都不听我讲话 那你怎么能说 你爱我跟爱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一样多呢 我觉得这个抗辩的行为出来 其实就越加强孩子 觉得自己不受宠的这种感受了 阿尔你一开始也是抗辩 后来才听他说 抗辩也只是讲一下 没有啊 你误会妈妈乐 我呢 但是孩子讲那些话 我又把它听尽了 譬如说 妹妹就觉得说 我只是顺便跟姐姐一起过生日 你们都没有想到我 后来其实爸爸也做了很多补偿 譬如说 他会单独约妹妹说 今天爸爸只有跟你约会 那我也会单独跟姐姐偶尔说 今天妹妹要上课 只有我跟你 我们两个约会 但是到了今年生日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因为小女儿也长大了 上高一了 我们该给她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 所以爸爸花了大钱 买了一个笔电给她 看她笔电好开心 然后爸爸就说 对啊 你们都长大了 这电脑你跟姐姐都可以用 掉到地下室 马上翻脸 说这不是送我的吗 为什么姐姐也可以用 这应该就是我跟姐姐 顺便给我的生日礼物 很想完蛋了 怎么又这样子 好了 这还没有完 爸爸就想那我要补偿 没有 这给你用的 而且你们讲了一句 都是叫做便捷 你不如不要说话 后来隔了一天 妹妹回家的时候 打开电脑 一发现输入密码 为什么被改过了 因为爸爸灌了新的城市 刚好在灌城市的时候 姐姐在 就问姐姐说 你那生日几号 她就用了姐姐的日期 然后妹妹就说 连密码都是用姐姐的生日 妈妈很难做 爸爸也很难为 我们花了几万块 帮你买了一个笔电 结果是这样 后来爸爸就说 这件事情看来不能就这样善了 一定要专程买一个礼物给她 所以又赶快又在网路上 又买了一个 妹妹现在参加了那个热音社 所以就帮她买了一个小喇叭 防水的 拿到户外 接着手机 蓝牙就可以用 就可以扩音 在浴室也不怕水 也可以用 单独就送给她一个蓝牙的那个喇叭 然后说 这个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妹妹笑得灿烂的像我花 这时候我就跟爸爸说 礼物真的不用送的太贵 那个喇叭才几百块 就是他需要的 专属于他的 对 所以父母亲可能你要察觉 其实不用到孩子 没信心自卑 或者是情绪波动 事实上你要在最前面 你就感觉到孩子的需要 它不是那个价值的多少 或者他有没有吃到零食 他有没有吃到牛排 而是你有没有在意他的感受 有没有赶快跟上 可是从阿尔刚刚讲到的这个例子 也请教一下邱医师 很多孩子就是爸妈做了什么 他的出发点还是觉得 你们孩子不公平 你们又不是特别为我做 这样的情绪要如何扭转 我觉得就是 因为就是父母的关心 没有用在孩子的需求上面 父母可能觉得 我买给你的比较贵 但是孩子要的不是贵 孩子要的是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现在最想要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讲说 父母应该有三个策略 除了刚才第一个讲的 孩子在抗疫的时候 不要争辩之外 接下来就是 要改变你的管教策略 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对孩子 形成一个固定的刻板印象 就是我们家三个 三个最会欺负人的就是老二 就是我比较偏心的那一个 因为我说从小把他当成猫 结果没想到养成老虎了 所以他会欺负哥哥 他也会欺负弟弟 那我就有这样的成见 好几次我都差点冤枉他 三个人在游戏间就争吵起来了 甚至要动手了 我冲进去 我说一定是你 这个老二 一定是你先动手 他就说不是我不是我 还好我们家有个法宝 叫做网路摄影机 我太太就提醒我说 掉出来是空的 我太太就说 爸爸你先冷静下来 先倒带 回去一分钟以前发生什么事情 我发现好假在 好险没有处罚老二 因为真的是老三比较霸道 老三拿起火柴小汽车 就往二哥的头上K下去 二哥只是把他推开而已 那老三就放声大哭 我们都会以为放声哭的 就是比较弱事 其实不是 他先惹的事 所以我觉得 所以第一个是不能未审先判 不能未审先判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一直未审先判 这个小孩子心里面就委屈了 委屈之后 他以后就不跟你沟通了 就很难了 第二个 增加跟孩子的独处的时间 像我三个小孩 都有跟他们独处的时间 老大就是我 早上送他骑小车车 送他去学校 那个十几分钟 就是我们很好的独处的时间 他有跟我分享 今天有什么课 哪一个英文单字 他不知道怎么念 我觉得这个就很棒 那第三个就是说 跟每个孩子说 我最爱你 我觉得这个不是空泛的说 不是说 就刚才戴兄说 他是演员嘛 对 那阿尔姐说他是导演嘛 那我就是编剧嘛 我就要 我要很明确的告诉 三个小孩 爸爸最喜欢你哪一点 像老大他喜欢念书 他聪明 所以他IQ最高 老二人他很社交 他人缘很好 说他EQ最高 老三我就 他就是他没有什么Q 他就是Q 他就是Q 对他就是可爱 所以我这三个小孩 其实都很知道 至少在爸爸眼中 他们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 我最爱他们这些地方 好 孩子发出警讯的时候 家长可以停下来看看这些 还有对待孩子呢 家长不偏心 有哪些方法可以做 平衡先后顺序 试着赞美孩子 还有要对孩子有同理心 而且让孩子讲 他的想法跟看法等等 平衡先后顺序 这个 赞优老师 包括叫孩子 谁先做什么 谁后做什么 有时候抢着洗澡 就开始吵起来了 连这个都要注意 对啊 我觉得我们家的两个孩子 算还好 比如说像老大跟老后的时间 他其实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空待 比如说老大去补习 小时候他去补习的时候 其实老大在家 我会利用那个时间去陪孩子 就那个顺序 其实不是一个制式的 就是如果说谁有空 我就陪他 像邱医师提到 像我也是常常陪小朋友去走 那我们那条路 其实叫做密戒 因为比如说 他们的同学都是走这条路 可是我们就私下 坐下来聊的时候 我们想说 去学校可能有十条路 我们来走那十条路 那这个其实就是 你们两个独处的时间 那这个顺序其实 搞不好今天是老大先 可是隔天是老二先 我们有一些 我们自己规定的平衡的顺序 那那个顺序其实是最美妙的 OK 一些亲子互动 独有的调节方法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犯这个毛病 因为刚也提到了 孩子比较大之后就说 你要让 你要让妹妹 你要让弟弟 那么这个让的孩子 他的心里头 就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情况 而且常常会被骂了 这么大了还不懂事 这样子对孩子的影响 还有产生的摩擦 其实我两个孩子 他们从小的玩具 我向来不给他们买两份 一模一样的 我从小就让他们必须要让 你先玩 等一下换我玩 这个是必须要的 不管谁大谁小 对 包括他们现在吵架 有时候吵了 我根本不会有答案 知道到底怎么办的时候 说你们去吵 吵赢了 那是你们姐妹俩的事 我不插嘴 或者是吵到已经焦灼了 根本也不会有一个明确答案 大家都已经歇斯底里了 再来就是不说话了 就抱一抱 然后转移一下做点别的事 我们这礼拜天要不要去做点什么 那这件事情有时候 不一定要有一个答案是非 我就不跟你绕在里面 非要讲出什么不可 最后我会跟姐姐讲说 你要知道妹妹以后 搞不好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会需要你协助 像你的成长问题 妹妹给了你很大的包容 是眼前看得到 但以后也许妹妹需要你